第一次问何者比较不会引发免疫反应 如果换成比较文周周的手法 下面何者谁的抗原性比较弱 比较无法引发专业性免疫防御 抗原性弱 好这题怎么看呢 什么叫抗原 就是有复杂的三度空间结构 被你的专业性免疫细胞的抗体 或是受体辨认 所以抗原要可以当抗原 有个前提 你必须要有非常复杂的3D结构 好我们来看选项 A选项DNA大分子 它的三度空间结构很复杂 B选项蛋白质大分子 3D结构很复杂 C选项多糖类大分子 三度空间结构很复杂 所以这里比较好的答案就是猪 就是它的三度空间结构 比较不发达的只有那个猪 就是氨基酸 氨基酸分子很小 它是小分子 那这么小的分子 它没有什么复杂三度空间结构 所以它的抗原性很弱 换句话说小分子很不适合当抗原 所以很不适合当疫苗 而且你们可以想一想 氨基酸当抗原 我们自然间氨基酸才20种 如果20种氨基酸当中有抗原 会引发免疫反应 不是很惨吗 你一定会有20种氨基酸的任何一种 那你就会引发免疫反应 那不是不对劲了吗 所以这里答案就是猪 小分子三度空间结构比较单纯 它不适合当作抗原 它的抗原性最弱 所以这题答案是选猪 氨基酸是小分子 演义反应会比较弱一点 感谢观看